你今晚深喉嚨 有多深 化多深 无姓老翁走在路阶 但放大画面来看 老翁一路逆向往南走 横跨了三个车道 过程中好几台车车 还差点撞得上去 老翁只好左闪右闪 好不容易才走到内侧路阶 画面好惊喜 说在重庆北路车道附近 有一位老先生然后逆向行驶 16号当天下午3点多 国道警察接获报案 一名高龄的老翁误闯国道 让不少驾驶人都说好危险 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高龄90岁的无姓老翁这样说 那他可能是因为道路不熟悉 所以他误上国道 他上了国道之后 他看到对象 有一个出口的标志写 重庆北路 所以他想要到对象去搭公车 所以跨越了三个车道 走到了内侧车道 原来一切都是误会一场 老翁把国道重庆北路的路标 当成公车站指示牌 才会误闯国道 虽然是认错路牌 但是还是得以道路交通处罚条例 吃上3000到6000元罚还 不过罚钱是小 万一出了事故意外 后果可不堪设想 借昨天解码日文 新北市报道